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来试驾的这台电动车就是Pugio这个发系品牌 我们台湾总代理保家联合导入我们国内的第一个作品 也就是Pugio的12008 那说到Pugio这个品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它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品牌历史了 那其实早在1940也就是1942大概World War II二战的期间 它就已经开始做电动车了 虽然总代理把这台12008导入台湾市场 跟其他或是品牌相较之下 有比较晚一点 那我们刚刚讲到二战它就做了一个叫做VLV的车 我们也把这个画面找出来给大家看 当时因应这个打仗 大家都把汽油拿去做打仗的相关用途 所以在民用的部分 不论是一些这个医生的用途 或是一些邮差的这些通勤的部分 他们都用这台VLV的车款来代步 那如果到了90年代之后 如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话 应该也有印象吧 他们一些很有名的先辈小车像是106或者是205 都有在欧洲当地推出Electric的纯电车型 当然啦90年代不像现在 大家都已经朝着这个减碳的目标 朝BEV的这个车框的这个市场来发展 所以当时除了欧洲以外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销量 但基本上它在当地是有不错的销量的 好回归到我们今天来讲的PUGEL的12008 总代理导入的车系变成很简单单一的编程 就是12008的GT-Pack 听到GT-Pack就跟过去2008的油车一样 算是顶规的一个车型 售价是149.9万 那因为今天配备的是很炫的炫木栏 我觉得蛮帅的 要另外加价3万 那也比照过去PUGEL他们家的惯例 你可以再选配他们的12楼的电动的全景天窗 要再加价6万 那今天就跟我一起来试驾看看这台属于 跨界休旅的车格 以及我都会用途为主的 12008表现怎么样 好那正式介绍12008的外观之前 我们还是把时光背景 回推到当初PUGEL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因为你今天看到这台12008 你就会觉得 跟我们过去频道试驾过的2008的油车 其实外观我觉得有九成以上的相似度 到底为什么呢 那我们过去这半年一年来也设了很多家的电动车 不论是油改电或是为了这个纯电诞生的车型都有 那回归到今天的12008 你把时间点往前推到2019年 PUGEL推出1208的先辈车型 以及今天的跨界休旅的1208的时候 他就有说他基本上是用CMP的平台 然后属于油电共存 也就是说他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这个CMP平台 会除了有油的动力之外 也会有今天的ECMP的纯电动力车型 所以在外观上你可以发现 就像我讲的跟2008真的太像了 仔细来看一下有哪些不一样呢 那基本上在水箱护照很明显的 他跟车身同色的设计 而且从原本油车的直铺式 改成了这种横幅的点状式 我觉得搭配跟车身同车之后 看起来我觉得更帅气更迷人 那另外在灯具的部分 基本上也都有LED的光源 然后里面也有他们家族的特色 包含施爪的这个灯源的表现之外 在保感两侧也有他们 獠牙LED的日行灯 那另外在两侧外部 也可以看到他也是有雾灯的配置 好 再来往车侧走 依旧他的线条跟2008都是非常相似 但是他的编程GT-PAC 一看就知道他有一些黑化的元素咯 包含黑车顶这种凸痛的车色 以及黑色的行李箱架 后视镜外罩也都是黑色 就是属于GT-PAC 然后在A柱下方这边会看到 一个箭矢型的饰板 也多了一个E 象征他是电动车的车型 那另外在尺码的部分 跟2008完全一样 4.3米的车长 2605mm的轴距 但是在车高部分 你如果稍微蹲下去看一下 电动车毕竟要用他这个底部的平台来做 锂电池的配置 所以你蹲下去看会看到他在 锂地高的部分 稍微因为电池的底盘配置 有吃掉了一些高度的空间 另外再来看到他的胎圈配置 今天这台车用的是 米其林的Primacy 4 215 558 黑银的这个双色的铝圈的配置 那基本上从胎款来说 他并不是专门for电动车 但基本上也是以这种 经济舒适取向的轮胎配置 那再往车尾走 你会看到12008 在西柱的饰板 也有一个专属的拉花的造型设计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按一下打开 就会看到是这台车的 充电口的配置 那12008基本上充电的设计 是属于目前国内这种 公共充电站最主流的 也就是靠上半部 它有J1772的 AC的交流电的充电口 靠下半部则是属于DC直流电快充的 CC S1的充电规格 好 再来看到车尾的部分 依旧跟油车板是非常的近似 然后看到它的尾灯 也是有狮爪的LED的尾灯组 那靠保感的下半部两侧 则有传统卤素灯泡的后霧灯设计 然后Puture的自灰 小小的在中间的这一块 黑色的饰板上面 下面搭配他们家的狮王的logo 然后左半部的2008前面 也会看到象征一化的蓝色的 E-LOGO 右边则是GT-PEG的logo 那保感的话基本上是用防刮材质 然后也有一些防刮的银色的 试板的点缀 好 再来看一下它的后行李箱 打开它的后尾箱门 基本上它是用传统的 电池阀的开启的方式 打开以后看到五人座情况下 后半部的空间 因为以它4.3.3 CUV的车格 基本上我觉得还不错 有405公升的容量 而且它的这个帐板也有上下 双层你也可以把一些杂物藏在下面 然后有一些高度的调整的空间对应 两侧也有一些杂物的收纳空间 那如果你把后座椅背 往前倾收纳以后呢 它则可以扩充到1467公升的容量 算是还蛮够用的 好 我们坐到12008的车内 来看它的车室内装配备 那你坐进来的感受 我觉得有一些蛮微妙的地方 首先就是我们启动引擎的这边 它依旧是写Engine Start Stop 也就是说它维持过去2008油车的概念 电车它还是写Engine 然后在仪表里面 你也会看到中文显示 启动引擎 它并不是说启动电池马达 等等这种电话的形容值 那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就是 它想要让12008的车主买家 在这个衔接从油车到电车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界面的感受 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从坐进来的这个地板的高度感受上 当然啦 因为12008我们刚刚在车外有讲 电池放在车底的位置 所以你会觉得脚部底板稍微比油车板稍微会高一点 但是你透过这个椅子椅面的相关的手动角度调整 还是不难调到你一个理想的驾驶座姿 好 那再来看一下它在一个内装质感的用料部分 跟2008都是一样 上半部都是软质的塑料 然后也用了一些荧光黄绿色的缝线 满进气感一直延伸到椅子上面地毯都有 然后这个地方的软质也做了一个 Carbon的一些皮质的look的效果 也满有质感的 然后再来看到驾驶界面 前面两张的座椅 它是采用三材质 包含了皮质以及脊皮 以及布料 织布等等三种材质 蛮有包覆感造型的一个座椅配置 虽然它是用手动调整 但是它在中控地方是有另外的加热功能的 好 再来看到这个驾驶界面方向盘的部分 很熟悉PUJR它们家这种小进化的 平底的方向盘也有绿色的缝线 GT-Pack的logo 后面基本上就没有换挡拨片 上面的触控界面的话 左半部除了音响音量声控接收之外 有一个波纽就是可以调整前面这一个 3D裸式的仪表 它基本上你调整就会有不同的显示方式 像是有驾驶以及精简 用户1、2以及能源 仪表显示不同的显示方式 基本上感受上跟2008蛮类似的 以我现在把它放在驾驶显示的模式下 中间是ADAS的界面 但左边原本的油量表它维持这样的一个格式 当然就改成了电池的电量的显示方式 那右半部就会多了像是 你在行情间踩电门油门的时候的Power 或是比较收油的Eco 甚至你用了B档的动能回充 它都会到Charge一个电能的显示状态 再来看到方向盘的左后方也会有PUJR这台车配置的ADAS 基本上也是有Level 2的等级 我们等一下动态再来介绍 再来看到中间仪表台上7吋的主机 也是有中文的显示界面 基本的功能像是Apple Carbon Android Auto 它是要透过有线的连结 来做手机的连结的 在下面也是跟油车一样 这种按键是有点像战机的这样的一个操控界面 满运动感的 然后也有传统的音量调整的玻扭 那在下面的部分满有意思 可以放手机的一个这种立物架 另外在排挡座中央的这一个试板的部分 现在这台认证车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黑色的设计 那未来的话标准配置会有一个 Carbon 的示板在这边 好 再回来看到前面我们放钥匙的这边 有一个置物空间 12V 的电源座 那其他从手机或连结上面有 USB A 跟 C 两个插孔 那这台车跟 2008 油版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排挡从原本的电子现传 2008 我们上次试的时候 它是在国外叫做 Cobra 的一个排挡杆 那现在改成了比较小的这种拨片式 小小的在这边 那基本上有 P 档一个按键 RND 然后以及下面一个 B 档的动能回充 有让你更好的一个电子回充效果的功能 再往下来看电子的手扎车 拉柄 那基本上还是没有 Auto Hold 的功能 那 Drive Mode 的话它有分成 Eco 以及 Comfort 以及 Sport 的三种模式的设定 然后两个自卑架在旁边 打开扶手 中央小小的 那又一个零钱盒 以及里面一个置物空间 好 我们再来看后座的空间配置部分 那从上车进来的过程中 你会感受到它跟 2008 油车一样 这个部分上面的窗圆车顶稍微低一点 以我身高比较高 180 公分坐进来 要稍微转个身 那坐进来以后的感受呢 地板跟前座一样 电动车稍微有感觉 电高了一些的平台 但是它的椅面的高度 有往后倾斜 然后拉高一些前缘 让我的大腿的支撑度 基本上坐起来我觉得还算是舒适的 那空间表现上呢 前面我 180 公分坐姿 后面椅背有一些的凹陷 所以基本上还有一个半拳头左右膝部 头部也算是有一个拳头 很余裕的空间 那座椅的配置跟前面一样 三种的材质 然后也是在左右两侧都有 ISOFIX 然后有三个独立头枕 但中间没有扶手的设计 再回来看到前面扶手的后面 然后后座没有珠峰口了 然后有两个 Type A 的 USB 插孔 地板的隆起算是有一些微幅将近10公分的高度 好 我们今天试驾的 E 2008 的电动跨界修理 它在动力系统的配置部分 它是在前轴有一个 100 千瓦的泳池同步马达 电池我们刚刚有讲它是在车身的底部 ECMP 平台的锂电池 它是 50 度电的设计 以它的马达输出的原厂公布的数据 最大马力是 136 匹 最大扭力是 26.5 公斤米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空车重是 1550 多公斤 相较于重量的部分 它比油车 008 重了蛮多的 大概将近快 300 公斤 以出力的整个开起来的感受上 如果要问它这台车的 0 到 100 的百公里加速数据 我有稍微查一下 基本上 Puget 官方法国原厂并没有公布 但是有一些欧洲的媒体实测 它的 0 到 100 参考数据大概在 8.5 秒左右 相较于市面上这些电动车的作品来说 它 0 到 100 并不算快 我相信法国 Puget 原厂没有公布 应该也是考量到它的诉求不在于 它的百公里加速的性能 它是属于都会的带不用车的取向 它并不会特别强调它的马扭力输出 加速的性能等等 但基本上在驾驶的感受上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先来看一下 我现在目前是把它的 Drive Mode 放在 一般的 Comfo 的普通模式之下 开起来感受 哇 跟油版 2008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 就是不论是引擎启动的震动 或是在行进间的 噪音引擎的转速的声音上 到了今天的 12008 就是全然的极静无声静焦焦 所以在舒适度的感受上 12008是质感拉高了很多 那在加速的感受上 我们目前虽然是比较庸涩的都会的感受 但我觉得以它的电门的油门踏板 踩起来感受上 虽然重了 300 公斤 但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 这种电动车马达下去的特性 还是蛮轻快的开起来 那一般消费者买电动车最在乎的 像续航里程的部分 那它在国外欧洲原厂公布的 WLTP 的数据是可以续航跑 345 公里 那以台湾他们送车的能源局 是以 NETC 的测试方式来公布的话 可以达到 385 公里 当然以我们讲它是一个 CUV 4.3 米的车长 2.6 米左右的轴距来说 它的电池售线的平台 空间就是这样 所以它只配了一个 50 度的鋁电池 那以刚刚讲的续航里程来说 它的平均的电耗部分表现算是还不错了 好 这一段我们来到高架 前面是上坡直线 全油门下去 Comfort 一般的模式之下 还是很轻快啊 你看它的车身重了 300 公斤 但是在加速的感受上 依旧是很灵敏的一台车 不过在底盘的配置上 ECMP 的平台 虽然是沿用 2008 前麦花城后半拖曳 并扭力梁式的悬吊结构 215 518 的轮胎配置 开起来跟油版的感受上就有点差异了 像现在在高架桥微弯速度 大概在七八十左右的速度情况下 我记得开2008给我的感受是 很标准的发系 灵活 敏锐 很敏捷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感受 很有乐趣的底盘 尽管是到2008 车格拉高 遭到了CUV的跨界修理 还是保有208这样的 先辈的一个操控特性 但今天来到了12008 因为重量在底盘低重心 多了近300公斤的电池荷重之后 它开起来 有点像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 可能他去服了兵役 出了社会三到五年之后 来到3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之后 变得成熟一点了 它还是保有轻快好开 这个很十足资讯回馈到方向板上的 一个转向的感受 但是在行进间以及操控变道的过程中 你会感受到12008 多了一丝的稳定感 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竞速性 电动车的净翼效果 让它开起来真的整个车格右上拉高 有点豪华品牌这样的一个行路质感 给我的感受上 好那这边我们把Dry Mode放到运动模式 电门下去直接回馈出来的加速力道 有比普通模式用更敏捷了一些 那它在变速箱下面也有一个B档的 动能回充的B档键 的确在收油的时候 你从这个仪表内的Charge表看到 它有比较大的一个回充感受 但是跟一些电动车有所谓的One Pedal 这种单踏板这种加油减速 收油减速的效果来说 它的B回充的减速 并不会拉扯的这种 Engine Brake的感受 并不会太明显 有些电动车的B 因为为了要强硬它的回充效果 会做的比较有这种引擎刹车的拉扯感受 在乘坐上舒适感没有这么好 但你今天12008它做的是比较舒适导向 尽管是油门下去的电耗的感受 以及现在我们讲的B档回充 都是比较舒适柔顺一些的 那我觉得它的刹车的自动效果 如果你在没有开B档动能回充的情况 单靠你的刹车的动作的话 我觉得它自动效果要踩得比较深 才会有比较重的刹车效果 回转半径的部分 CUV和尺码开起来是5.2 非常灵活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 买电动车大家很care的充电效能的部分 这台车基本上它是用400V的充电的规格 然后如果像我们刚刚车外 它有CCS1的DC快充 以及J1772的交流电脑 不同的充电情况之下 以原厂公布的 它在对应最高可以达到100千瓦的情况下的DC CCS1 它从20%充到80%只要24分钟 那基本上因为它电池也不大 所以它的充电效能是不错的 那如果今天换作在AC7.4千瓦的情况之下 来充电的话 也只要4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20%到80%的充电 好 上了高架来体验一下 这台车也有Level 2的Adus配备 启动以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在 仪表内也有读到现在这边外面有一个80公里 它是有速率的 会去CAMERA会去读它的速率 在当下的情景之下 好 那我们设定目前跟车的速度 就把它设在速率的80 然后它也有搭配 我们现在前面是没车的 我们换到前面跟到有车的情况下 它也有车道偏移的警示辅助 以及车道LKA之外 也有车道保持LPA 实现Level 2的自动驾驶的辅助功能 然后搭配我们刚刚讲的速率 然后车距的距离调整 也有一二三三段的控制 Pugel他们家的Adus拨感 虽然相较于日系或德系来说 欧系的不论是方向板按键或是拨感式的设计 比较逻辑不大一样 但就跟我们之前是我们公司的公务车 Ripter也跟大家聊过 你只要稍微开个一段时间 你就会适应它的逻辑之后 其实它的拨感也算是蛮好用的 另外搭配像是前方碰撞预警 主动预察都是有的 然后在操控镜上也有盲点 然后像是基本的驾驶疲劳警示 以及远近光灯的切换 然后搭配车内也有六颗SR的辅助气囊 等等的安全配置 以这台车来说都算蛮完备的 那另外在车内的主机它也有 前后的雷达感测 以及Visual Plug的后方的倒车 显影的相关功能 所以我觉得开了这样的一台车 不论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所以年轻的车主来说 它的安全的配备也算是完善到位 好我们今天试驾的Pugel 1208 如果以它的车价149.9万 以及车客定位来说 相较于我们看一下台湾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 同级对手大概有几个对象 不外乎是Nissan的Leaf 或者是韩系的Hyundai的Kona Electric 以及Ionic Fire 比较入门的EV400是比较接近 那相较于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对手 我觉得如果你以都会代步用途的 CUV的角度来看 今天12008的整理表现 竞争力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不要忘记虽然发系品牌在我们台湾市场上 是比较小众低调的品牌 但是依旧会有一些支持喜好它的车迷 如果你看完我们影片对它也蛮有兴趣的话 赶快去看车下订单 不然你要等很久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2008的试驾报导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要记得关注锁定 我们的车水马轮王频道 随时都会有新车的上片订阅追踪 以及我心爱幸运龙的粉专 都要来关注咯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